身上人士其實是非常的不友善 對 非常的陡 非常的齊驅 那我想就是在推行的過程當中 也是非常的費力的 坐著輪椅 體驗輪椅族的不便 尤其走在這條坑坑洞洞的馬路上 特別的顛簸 加上年久失修 地面上破損嚴重 我常常看到很多老人家跌倒 有時候來這邊領東西 走出來都跌倒了 那問題是說你要鋪 可是有時候地主 他說這個是他的 他不願意 車輛經過這條道路也是上下搖晃 看看馬路東坡一塊西坡一塊 光是柏油顏色就分了好幾層 似乎從未好好整頓過 其實這條新峰街251巷道路 早期沒有納入都市計畫 但周邊竟然淋漓 使得私人道路 工部門無法介入 很差 你看這樣坑坑洞洞的 你送多久停了 我送很久了 一直都沒有改善 沒有 路比較不平 騎車危險 之前有請公務處來幫我們鋪 但是鋪的期間 就是鋪的時候被一個李民說 這是私人土地叫他不能鋪 有的他是覺得這是他的地 他就不想要鋪 有的是因為怕安全 因為你沒有鋪 騎摩托車或走路會跌倒 里長說地面上好多的坑洞 過去有住戶自行拿了材料鋪路 但技術不好 反而成為了危險障礙物 可能是自己用的 他用完了我才看到 這樣子不好 為了改善道路品質 議長通知委 市議員許瑞池前往現場會刊 與市政府相關單位討論 找出解決的方法 新豐街這邊它是一個非常生活機能非常健全的一個社區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們這邊住的非常多的民眾跟居民 你可以看到有藥局有診所有理髮廳 包括我們里長的活動中心 還有社會處的扶居資源中心都在這裡 就知道這邊有多少人在進出使用 那因為過去二三十年前的都市計畫沒有這麼完善 所以政府的開發 我們有蓋房子卻沒有規劃好道路 所以我想這還是屬於政府的責任 如果現在家住在我們的市民朋友身上 我想對住在這邊的民眾不公平 所以我想希望我們政府單位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因為是畢竟它就公共通行使用已經多年 那我想非常感謝瑞池議員還有梓豪里長 那麼用心持續的幫里民來爭取 那我想我們就要請這個瑞池議員跟里長 來共同舉辦一個公聽會 邀請我們相關所有單位包含民眾 大家共同來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案 那我們希望儘速可以把這個問題來 趕快來解決這麼多年的問題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新豐街的二五一鄉的二弄 那這裡有新副里的里民活動中心 以及基隆市的輔具資源中心 還有新豐市場 那這裡的市民跟長者的出路非常的頻繁 但我們剛剛可以看到這道路非常的崎嶇不平 不要說一般的民眾行走了 甚至是輔具的使用者無障礙者 在使用上都非常的困難 這是應該是一個很基礎的一個建設 來打造一個人形友善無障礙的一個空間才是 像這樣的一個新豐街二五一鄉呢 它的違規停車是非常的嚴重的 因為它沒有規劃就是交通標線 那紅線的繪製 以至於這樣隨便亂停車 其實警察也無法取締 那這樣子車道的 車輛的一個亂停呢 其實也嚴重影響民眾的出路跟車輛的通行 那其實這邊的居民應該要取得共識 因為這邊是一個人流跟車流 都非常頻繁的一個地方 會看結果 將請地方里長召開公聽會 凝聚大家的共識 討論出方案 再由市民府根據共識進行改善 記者 黃燒民結論報導 非常的不友善 對 非常的斗 非常的齊